黄金万两银封关 年终赏金专案正式启动 Only One 1加1加1 闲一个月赚不够 再加送一个月够不够 一句话 徐老师再加码一个月 一路封赚到三月底 时间与获利都与您同行 马上加入Lite群组 小老鼠i-stock168 填写表单 跟着徐老师 岁末年终算年终 过年封关拼红包 或拨打黄金专线 0i-254i-3555 欢迎好朋友来到新台股龙卷风 让赵新老师带着您 来获利 穷穷穷穷 赵新老师您好 田新你好 今天看到了 这个是在开趴了 从昨天晚上 FED的利率会议当中 包大大唱歌了 他的歌声让大家很开心 歌声嘹亮让大家很开心 美股是创高的 道琼创历史高 好那也带动了台股 创了今年的新高 17668 大家一起来66发 一路发 那重点是 赵新老师 这样有没有机会来挑战台股的历史高 当然会有机会 太好了 这个机会你一定要把握住 一定要赚到 要怎么赚 其实我发现今天看到很多股票 已经按捺不住了 枪枪棍 像比如说我们昨天很吸睛 大家都看到了2356的音叶达 今天又是一家道德 亮红灯 各位亲爱的来见证一下奇迹 这个音叶达是什么时候 赵新老师跟大家分享的 12月8号 对 那个时候是AMD概念股 所以我来加入我们的Light群组的好朋友 索取到的好朋友 你自己看一看 音叶达12月8号 你都可以拿得到 小老鼠I stock 168 您都可以去见证奇迹 所以也难怪了 赵新老师我知道 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 不成文惯例 是 每次当红灯叮咚亮起来的时候 赵新老师通常你推专案 对 而且推专案之后 叮咚就会声音会响不停 红灯会亮不停 所以难怪这个音叶达真的是 非常给力 两天两根 对两天两根 因为我们现在1加1加1很给力 昨天非常多的好朋友 内行的好朋友都跟上了 这个1加1加1 为什么内行的人都知道 因为才一个月的费用 赵新老师带着你不只是现在赚 然后明年1月赚2月赚3月赚 连赚到3月底 这真的是超级好康的优惠 所以昨天反应是非常的热烈 所以我们今天1加1加1要继续咯 对我们现在看一下好了 看一下这个图卡 真的1加1加1这样看起来会有更 更有feel对不对 对更有feel 黄金万两1加1加1 因为只要一个月的费用 你可以赚到不只是12月1月2月 赚到3月底 而且是我们这样一档接一档的 一路这样赚上去 而且刚刚赵新老师都说了 万八很有机会都会来挑战的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这个行情 小老鼠i-stock168直接加进来 赶快点图填报名表咯 好那赵新老师我们接下来回过头 有限时间看一下 对我们今天来讲 我要跟投资朋友先讲一下 这个行情到底还会不会继续涨 以及要买什么 怎么涨谁会涨怎么赚 对然后我们会跟投资朋友讲是说 为什么这一步来讲我们挑到AMD 然后可以挑到音乐达 那接下来会轮到谁 那还有一般的AI概念股 还有AIPC概念股 差别又在哪里 接下来的行情该怎么做 这就是今天节目内容重点了 好于是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好现阶段一个行情 所处在的一个战略位置区 到底是在哪里 以及到底该怎么赚 是 于是你去看 这个是刚刚甜心讲的 这个是我们的 12月8号AMD概念股 我们在YouTube截图 接下来是12月8号 当时来讲的话 我们12月8号其实是礼拜五 对我记得 礼拜五拿到资料 礼拜六礼拜天先回去收看 礼拜一去做布局 那你看昨天就拉涨停 结有一根涨停 基本上来讲的话 只要你有拿到资料 有去布局的人 当然是有办法可以赚得到钱 这个就是我们AMD的概念股 那我们现在是先开一档音乐达 两根涨停 两根涨停 那中间来讲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个股 待会如果是有时间的话 我再慢慢跟投资朋友报告 那为什么音乐达 它这一波来讲的话 之前是给AMD的概念股 有音乐达 其实音乐达还是NVIDIA概念股 那这一波音乐达它上涨 是因为AIP 其实是因为它的所谓 它跨足到细制裁的一个部分 IP的 对那当然昨天来讲 已经率先跟投资朋友报告了 劳利率高达了百分之百 但是你要稍微去留意一下 现阶段的行情就非常非常的特殊 你如果是说 你现在连续两天 两根涨停板是一架到底 对 坦白说要买 其实买不到 买不太到啦 也就是说 提前布局的话 对 提前布局 它才会有机会可以赚到钱 所以讲完之后是不是连续两天两根涨停板 好 紧接着 音乐达概念股之后 我们看 跟AMD概念股 挑到音乐达还有挑到谁 历程 他很猛 很猛 对 因为我光是在上个礼拜 我拿到资料 我看到它说在121块左右 对 没错 上面数字就是121 因为我还跟我妈妈一起分享了 我妈妈很开心 今天打电话给我 我那个历程长好凶 我走到145了 其实这个封测概念股 在过去来讲 它其实算是很温吞的概念 你就会想去日月光头控或是说这个晶圆电 之前来讲都是比较闷的股票 没错 但是你会发现到这一步来讲 借由AMD 你看你自己看 它自己股价是不是就望上攻 而且它就是向上飙松非常抖 很厉害 当然它还有其他的题材 可能是有记忆体的题材 就是封测的题材 当然来讲现阶段来讲 所有的电子概念股 电子不管PC也好 手机产业 智慧型手机 甚至于在电动车的部分 只要有跨足到AI 我常常跟投资朋友讲 股票也是涨在题材 盘在营收 跌在盈盈 只要有题材 一点火 慢压不大 啪就拉上去了 所以你去看6239的一个历程 接着拉到涨停板 你再去看它K线图更夸张 就是那种非常陡峭的向上 它是直线的一直望上拉 对 所以定妈妈好开心 持续的一个望上拉 所以现阶段的话 我常跟投资朋友讲 机会是到处都在 只是说在于你 有没有办法去做一个 找到机会的一个动作 好 于是美股怎么了 台股怎么办 好我们来看 昨天其实就是在于鲍尔 刚才田馨有讲过 鲍尔唱歌啦 歌声聊亮 对 大家也很给力 然后你昨天如果是说 当然很少人会去盯盘 但是你稍微去看一下 昨天来讲 就是鲍尔讲话那一刹那 早上的凌晨3点钟 是 就是在那3点 3点铃克 那个摩门特 直线的一直望上拉 是 费城也这样子涨 然后包含像道琼也是这样子涨 对 纳斯达克也同步都是那个时间点 是 全部都是在3点的时候开始望上攻 对 那为什么会望上攻 其实针对于在于 FED的决策会议 市场上本来都是预期明年一整年 就是降息降3次降3骂左右 但是那为什么会望上攻 当然它中间来讲 它有一些猫腻存在 对慢慢跟投资朋友讲 这是大家要认真听的 来 教兴老师帮大家讲到 但是我跟投资朋友讲过了 其实所有的动作 不管在经济数据也好 或是说在于通膨指数 或者在于筹码面的一个部分 投资朋友可能会比较难 去做一个分析 我跟投资朋友讲过 你就是根据龙卷风操盘数 日线叫早买卖点 昨天叫看波段 日线看趋势 当加权指数 日KD黄金交叉 它就是本来就是要涨 道琼日KD黄金交叉 本来就是要涨 对 站上了80轴之上 是不是涨更凶 对 这叫80轴叫高档顿化版 而且还是昨天是创历史新高 是 好 道琼创历史新高 那斯达克也是持续望上攻 你看一样 日KD一旦黄金交叉的话 是不是就望上攻 是 没错 每一次都这样子搞 费城半导体也是一样 费城半导体也是日KD黄金交叉 持续望上攻 那加权勒 当然是日KD黄金交叉 好 再拉回来 有没有机会 加权指数建议跟长红帮望上攻 有没有机会持续望上涨 我讲过了 针对在台股来看 要看什么 台币 升 台币间是升 对 那美元指数扁 扁 我们来看一下美元指数 现阶段的相对位置区在哪里 又回过头来 美元指数是不是破近期的一个低点 对 没错 破近期的低点 是 然后我们来看台币 台币现在是升值的 是 有没有升过今年的一个低点 31.22 还没有到 还没到 所以加权指数还会望上攻 它还会望上攻 然后我们再对应到 这要考甜心了 之前我们讲过了 如果是说台币回到这个地方的话 外资系统要回补多少钱 1点等于是1亿嘛 对不对 有2000多亿 2000多亿 所以还有机会再涨2000多点 那如果再真的涨2000多点 会打个八折的话 你觉得加权指数 有没有办法创历史新高 这样加上去 万八不就过了 对 所以说 我常常跟投资朋友 像是12月份 它就是一个总统大选的一个行情 年底集团做账的一个行情 所以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特别特别的留意 要好好的去做把握的动作 好 我们再拉回来看 这个是银叶达历程 这个股票的部分来看的话 你可以 一干年股 我们一样会放手页 对对 一样放手页 自己加入小老鼠i-stock168 我这次放的话 会不会遮 就直接开盘给你看 那如果是说 搞不好银叶达上去了 历程也上去 其他个 搞不好都会有机会 所以你都可以好好留意 到Liteat去看就可以了 好 好 紧接着 美国昨天来讲 公布PPI 是在美国的开盘前9点半 就是台湾时间9点半公布 但当时来讲 美股它其实并没有 有多大的一个波动 但是反而是在Borrow 唱歌之后 开始往上涨 是 好 紧接着 我们稍微去探讨一个重点 是在于 现阶段的一个行情 跟FED的升降息的 一个联动性 其实这个我们在实体的演讲 会稍微提到 但是我们今天 再把它讲更清楚一点点 市场是预料 明年来讲大概降息3码 但是实际上来讲 只会降息3码 如果只降息3码的话 基本上就符合市场上的预期 但是我们根据 FED FED Watch 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这个每往前推一格就要降硬吗 对 你去看现阶段在这个地方 是 昨天没有动吗 一月 昨天没有动 那一月份来看的话 大概是在5.25到5.5 就是没有动 但是你去看 一直到明年年底的话 它要退几格 1 2 3 4 5 5格 6 到5格到6格 也就是说市场上现阶段 昨天为什么因为爆了讲话 明明大家都知道 反正这个地方肯定就不会升息 对 它确定也没有升息 但是为什么昨天美股可以飙涨成这样 最主要就是FED Watch 它这个地方开始在变动 降息的幅度 可能会比原本的预期要来的大 所以说造成道琼创历史新高 好 这个叫做总体的经济学 我待会再跟你讲更深入的地方 很多投资朋友可能不明就里 为什么降息股票就会涨 降息来讲是代表它的资金效应 钱就会出来了 对 但是并不代表景气行情 正常的总体经济学来讲的话 是经济好转升息 升息完经济持续好转 股价望上攻 那个才是合理的正常的逻辑 现阶段是股价 尤其在道琼创历史新高的过程当中 经济开始走衰退 走缓慢 他现在可能讲软着陆都好 不管是硬着陆也好 或软着陆都好 经济本身来讲是衰退情况 在做一个降息 但实际上猛爆性的降息 反而对股市不利 我待会给你看一个图 所以每一次的行情 你一定要去细分 短线上线阶段的架构 到底是如何 我认为会涨 但中长线 你如果看到未来 看到什么样的方向 行情开始要走跌 甚至要开始走空的话 你要跟上我的脚步来 是 好了 好 紧接着 3661的四星今天进行震荡 为什么四星会进行震荡 股王今天进行震荡 股价指数还可以创立 还可以旺上攻 为什么 我待会给你讲 为什么今天四星会震 反而取而代之的是 2356一夜打 两天两根涨 什么赖 Lighted早知道 反而像AMD的部分 我们跟你讲过了 刚刚跟你讲过了 送了资料 我们帮到Lighted 3675的德威之后 是不是换 5425的台办 对 没错 德威来讲 从高企 然后到东洋 然后到耿鼎 然后又到了德威 那我们昨天节目 已经跟投资者朋友讲 德威的部分 旺上冲 已经不用去追了 因为我们前一个交易日 看到这个安森美 是涨不太多 那昨天安森美 又旺上攻了 所以今天来讲 德威是有旺上攻 但德威涨幅 有限 就还好 有没有比台办大 台办比较猛 比较猛 反而是后面的取而代之 所以这个叫后发先制 好 重新再来整理一次 好 世新创历史新高 只好开始在做震荡 对 落后补涨的音业打 反而两天两根涨停满 是 德威先涨一个涨 先往上冲一波 对 反而取而代之 台办上涨速度 又开始变快了 对 所以你会发现到 一棒接着一棒 是 好 试着再去回想 昨天节目怎么跟投资朋友讲 昨天推专案 对 然后跟你讲说 这个季5439的高季之后 东阳 耿鼎 对 德威 德威 然后到现在台办 是不是一棒接着一棒 没错 然后你的资金就是一直不断去负力负力负力再负力 所以1加1加1就是解决你的烦恼 没错 好 紧接着 下一棒呢 轮谁呢 台积电的营收公布出来 我已经跟投资朋友讲过 这个跳快一点 利用利空去做震荡洗盘 然后只要台积电撑在那个地方 细制裁就会动 细制裁本身来讲也在进行一个轮涨 好 好 我们再来看 今天的台积电 今天的台积电来看的话 他是秒天息 但是你去看他股价 有没有创近期的高点 没有 没有 他是在压盘 585没过 为什么台积电在压盘 你去看台积电的ADR是创近期的新高 再看一次 台积电现货有没有创近期的新高 没有 台积电ADR是创近期的新高 为什么要压盘 我给你看一个东西 这当中有什么玄机 对 认真看 你们自己去看 这个我可能掉不出来 我看一下 还有很多相关的一些资料内容 你都可以加入我们的light群组里面去看 你去看一下三大法人的棋子 外资系统 你自己上去看 没时间 外资系统来讲的话 在棋子的部分 现阶段的棋子的空单 大约还有一万多口的空单 所以说他现在台积电ADR 虽然是望上宫 创近期的一个新高 但是台积电 他就明显在做一个压盘 即便是说你把他三块钱 填息填上去他585也还没有过 对 但是台积电ADR已经过了 好 反过头来再讲 如果台积电的ADR都已经过近期的高点 台积电的现货会不会过 也是会过 还是会跟上的 短线上来讲 他只是在指数这个地方来看 他稍微给你压一下 压一下来讲的话 让中小型的个股他有办法往上 对 所以说每天来讲的话 我们LINEADR我们会给你提示 到底现阶段盘中 到底在长什么 别什么你要避开来 比如说像12月6号的时候 我们讲说 你看车用电子 对 车用零组件其实很少人在提 好 大部分都聚焦在AI 但其实车用零组件的部分 在明年一整年 他都是有机会 因为本身来讲机期比较低 所以说我们借由高际 东阳 提威西都上去了 紧接着梗鼎 梗鼎完之后 梗鼎其实也是两天两根 其实三天逼近两根半 对 严格讲起来的话 2.5根 对 然后梗鼎上去 这不是讲德威 是 德威上去的时候 是不是创波段新高 是不是就换台半 台半是不是就上去了 一棒接一棒 但中间来讲的话 有些个股 你要稍微去留意一下 你不要去追高 你看今天的利特 龙创 仙境光 晶元 反而在做一个回档修正 指数是冲高的 对 所以每一次的 我们LINE8 我盘中给你提示的 很重要 你该避开的 你是要避开来 该赚钱你要赚 其实有的时候 像我们的很多的标股 也许你没有 那也就算 很多就是没有赚到 但是如果是说 有些个股 你本身手上有的 你没有避开来的话 你的资金会变小 没错 你这样即便是找到标股 找到标股的话 你也会很难搬回来 所以我反而我是做多的 但是我是看风险 做多的分析师 会比较符合现阶段来讲 投资朋友的一个看法 对 可以一个想法 没错 对 所以赵鑫老师在盘中 所看到的任何的蛛丝马鸡 所有观察到的一些 盘式变动的一个方向 都会放在Lite群组的 内容当中 在盘中提供给好朋友们 所以加入小老鼠 iSTOK 168 小老鼠 iSTOK 168 你每天在盘中 一定要认真看 哪些该避开 哪些可以多留意 都在里头 另外你想要跟上 一加一加一 用一个月的费用 你可以享受到明年三月底的 所有的服务 一棒接着一棒赚上去 好朋友们 一样点出填表单 赶紧把握时间 好 这一波的行情 我们从1597%开始 一直沿路的一直往上涨 那当然中间来讲 17214还是要防守 防守住的话 就持续往上攻 有听进去的人 这一波他是敢赚的 不会看到行情 哇 就看 就觉得说没有赚到钱 很多投资朋友 看到指数涨那么多了 反而可能在之前就先卖掉 在后来就变得赚不到钱 就比较可惜 那中间来讲 曾经出现一些震荡 我也会给你提示 现阶段来讲 我变得持续的看好 每一次的行情 就是接着有发散 收敛 盘整 盘整完之后再发散 讲完之后 指数是不是开始往上攻 有 然后跟你讲推专案 行情它就是会来 每一次都是这样讲 那今天工地33会持续 很多个股来讲 你不要去追高 那不能追高股票 我会帮你做个提示 股价你不用去怕利空 像3661的世新 讲完之后持续往上攻 好 那我们这一段来讲就进行快一点 好 原则上世新来看的话 它回测到60MA 就是可以买 往上冲 你不见得要去追 那每一次来讲的话 只要碰到外资调升平等 比如说10月31号的时候 外资调升平等 10月31号就往下跌 跌下来你不用紧张 因为它回测之后 它会持续往上攻 它是股王嘛 那今天来讲的话 世新又往下跌了 一样 又是外资调升平等 我给你看你就知道 每次都是 12月13号 今天12月14号 是昨天 花勤 调升到4200 所以今天是不是就震荡了 他们调升 股价它就往下 因为它每一次行情都是这样 它会利用利多 先做一个出货调节的一个动作 你就会看那个NVIDIA 也是用这样子 这种模式 那你去看世新 利用利空下来 说没有COAS 连续两根涨停板 它现在外资调升平等 利用利多 稍微做个调节 那个都在所难免 股价涨上去 它自然而然会震荡 紧接着讲8054的安国 安国是持续看好 好 那音叶达来讲 为什么这一波那么强势 最主要的原因来讲 它就是跨足到细制裁 所以两天两根涨停板 好 紧接着 我要进入到重点了 系统 系统过去 跟投资朋友讲说不能买 因为来到警线 会主要押回修正 今天的系统为什么放上攻 对 今天系统又拉涨停 为什么 因为系统来讲 堪称重中之重 它为什么要 它要跨足到细制裁 它又来了 好 重新再来整理一次 音叶达跨足到细制裁 连续两天两根涨停板 今天系统跟你讲说 要跨足到细制裁 那细制裁的部分来讲 你会发现到 现阶段很多的公司 都从PC开始跨足到细制裁 那你就去看 系统就会拉涨停 然后再看技嘉 技嘉来讲 大家都知道NVIDIA概念 也是之前 因为工AI涨过一波 这一波来讲的话 AI加PC的概念要出来 AIPC AIPC要出来 过去的AI 像今年的五月份 涨的AI是涨 AI伺服器 开始往上攻 但伺服器来讲 对于我们来讲 对于我们的世界太遥远了 因为本身来讲接触不到 但是慢慢慢慢 将来会移到手机 移动到 更接地气的 跟你生活相关的 对 那是这种概念的话 你就要知道 比如说季辛格之前也讲过 之前这个是在11月 对 11月8号的时候的新闻 他讲说 如果是说AI侵入到 进入到PC产业的话 PC产业 PC有几台你知道吗 一个亿 一个亿台 那一个亿台的话 分送到其他的相关概念股的话 你看他会有多大的成长空间 很大的商机 所以说在12月8号的时候 当时我是跟投资朋友讲 这一档个股 然后一直不断请投资朋友 到我们的LINE去看 他真的也涨上来了 今天过高 直接开 直接就讲 5236的林洋创新 那林洋创新来讲的话 他就是要准备要跨足到 AI PC 最主要他是做ISP 就是影像讯号处理器 我们都知道未来来讲 现在其实很像 Google的这个手机 它有一个照相功能 对 照进去以后 跑到那个手机里头去 比如说旁边有些路人甲路人椅 或是有些风景 他觉得不漂亮 他可以直接这样 涂涂涂涂涂涂 就不见了 就把它涂掉 没错 这个就是ISP他们在做的 很厉害 影像处理器 是 那如果说未来的电脑也可以做 手机也可以做的话 那5236的林洋创新 它是不是就会有机会 所以你去看5236的林洋创新 我稍微给你看一下基本面 好 基本面来讲 前三季赚5.28 对 去年一整年赚6.52 所以说今年要越过去年EPS 它是有基本面 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你再看毛利率 它的毛利率高达到64.2% 你再来看3035的智原 智原43 2363的系统38 2356的 两天两根掌停满5.21 5236的林洋创新 64% 所以像这一类型的概念 股未来来讲的话 我会一档一档 帮投资朋友去做发掘的动作 是 对 然后挖出来之后 好朋友你一定要跟上脚步 你不要落对 怎么样跟上的 小老鼠istock 168 小老鼠istock 168 来 你直接跟上 因为现在真的很好赚 行情不等人 好股票也不等人 一磅接一磅的同时 一加一加一 只要用一个月的费用 赵新老师带着你不只12月赚 一月赚二月赚 一路赚到三月底 真的是黄金万两 邀请您不只赚红包 赚年终奖金 你通通可以赚得到 你看到了我们过去一档一档的好股票 甚至跟大家分享到了 一夜打两天也两根掌停板了 亲爱的好朋友 接下来呢 无论在车用 无论在于这个所谓细致财 还有接棒的股票会是谁 想跟上朋友 来小老鼠istock 168 直接来跟上咯 继续把握时间 接下来我们看下去了 好 紧接着 除了AI之外 我们另外一个族群 就是锁定在车用零组件的部分 好 那我们这次来讲的话 把之前全部都先把它删掉了 先从耿鼎来看 耿鼎来讲的话 是震荡之后开始往上喷 那耿鼎之后 是不是跟投资朋友讲 台湾的金元代工 成熟制成的是油感降价 降价要去抢单嘛 那抢单的过程当中 当然针对在于 车用零组件的部分 它就会受益 为什么 因为它成本就有效的下降 那如果成本有效下降的情况下 它的供货需求又拉上去的话 自然而来营收上去 毛利率也上去了 所以当时美股怎么了 我们就看安森美 安森美是不是在股价 做一个打底的动作 我们是不是跟投资朋友讲 安森美可以开始进行一个留意 果不其然 讲完之后 安森美也上去了 很多投资朋友会私讯徐老师说 徐老师 连美股都被你讲动 我说没有没有 没那么厉害 没那么夸张 所以说你看安森美上去之后 我们当时不就锁定3675的德威 德威这场公司非常非常特殊 11月份的营收是月减年减 但是当天公司同步公布 它的毛利率高达到4成 是10% 好 我再重新再跟投资朋友复习一次 好 股票原本是涨在题材 盘在营收 跌在盈余 你去看营收好 盈余好 它不见得股价会涨 对 反而题材来之后 它是有机会往上攻的 毛利率怎么有办法 跟到40% 想象空间自然而然就出来了 你营收掉毛利率上去 那未来人家就会想 那你未来如果营收也上去的话 毛利率又上去了 1PS就上去了 懂了 就是想象空间 梦就在那个地方 现在12月份 1月份就是造梦 圆月的大行情就是这样 有梦最美 对 无价相随 然后讲完之后 德威是不是又上去了 是 就一个大波段 又吃干妈进 好 那昨天来讲跟投资朋友讲 没有的不要追 即便是今天望上攻也不需要追 为什么 因为我跟投资朋友整理了嘛 是不是整理有二极体的概念股 我当时还跟投资朋友讲毛利率高的是德威 38.4 但台办也不差31点多% 那像德威是讲上个月已经到4成了嘛 是 上去了 那台办的话 是不是就会有机会 接棒了 所以台办来讲 我说跟投资朋友整理出来 整理出来的时候台办 12月11号涨这样 今天是不是冲上去了 那你再去看台办的股价 现在还不到百元 对 然后你再看K线图 今天这个好漂亮 N字形上攻 突破盘整震荡整理区 那你就去思考一下 现阶段来讲 其实有很多的个股在做震荡整理的动作 你要耐住性质 因为现阶段的行情 它是个股在做一个轮涨 你都不要去追 有震荡压回震荡买方即可 紧接着 之前跟投资朋友报 智慧坐舱的概念股 智慧坐舱 这个是新的一个题材 我跟投资朋友讲过 今年来讲的话 它的渗透率 2025年可以冲到75% 今年来讲大概在560%左右 然后是现阶段到今年来讲是2064万辆台 那如果是2064万辆台去乘引它的渗透率的话 自然而然可以得到 智慧型坐舱将来可以卖到几台 那当然智慧型坐舱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到 它的可能来讲 对于HDI软板的部分是最有利的 那我们当时不是给投资朋友这一张图 那这张图来讲的话 我们一样放在Lite 8的部分 只要来我们的Lite 8 可以看到这几档个股 我把它折起来的 你就会想 都会直接开牌 对你就会想想看 为什么敬鹏这一波可以涨那么凶 电影高际 为什么可以涨那么凶 那当然我们也锁定到这一档个股 非常非常的中低价 非常非常的可口 很亲民 然后月季线准备要黄金交叉了 这个是12月11号准备的K线图 实际上来讲 它已经开始慢慢慢慢底部越墊越高 有量有价低价转金股 想要给想要的人 共享盛举的人拨打电话 是你自己直接拿出行动力 直接跟上了 不论是在车用 不论是在智慧坐舱 当中的标的 其实赵鑫老师都帮他准备好 而且是低位阶 有价有量 而且转机题材 人人买起 人人都可以赚得到 到底他是谁 想跟上的朋友 一加一加一 把握住这样一个超级优惠的期间 只要一个月的费用 给你服务到明年的三月底 来加入小老鼠 i-stock 168 小老鼠 i-stock 168 拨打电话是更快速 02-2542-3555 拨电话是最快 02-2542-3555 另外像刚刚老师提到了 像包括AI从世新到创意到志源 甚至到了安国 一直到现在 我们的林阳创新也开牌了 那下一档接棒的会是谁 好朋友们想跟上 一样 接下来的行情机会 真的很精彩 接下来只说 还有机会在过高的同时 这当中的标的 要怎么样胜选 来赵鑫老师带着你 一档一档来赚 黄金万两 一加一加一 只要一个月的费用 您可以享受到 明年三月底的服务 02-2542-3555 电话最快 或加入小老鼠 i-stock 168 再次感谢赵鑫老师 谢谢天心 想跟着徐赵鑫老师 一起获利吗 立即扫描荧幕条码 加入官方社群 LINE搜寻 小老鼠 i-stock 168 最新标普资讯 盘中解析 天天免费看到宝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仙